哈喽 大家好 我是水哥 今天我们来信赛 玩游叫做 秦义叶凯飞的投稿潮作 他现在用的是那个万花虫佐助 还有变换的一个歌曲 对面也是万花虫佐助 叫做双面人小虫 我们看到怎么对付他 先跑位 走位 然后一个一技能 打到没 没打到 对方也是 两个人二技能飞来飞去 都没打到 谁 这下打到了 一个人二技能第二段飞过去 然后霸体开起来 对方开了个原魔 不用怕 他有霸体 然后他也开了原魔 对方直接落地保护 哎 这一技能 反敲 敲到人家 然后二技能再回打 平A 然后对方已经没有替身 然后这之后再平A的 这里二技能没有打到 一技能 地方一技能没打到 对方很尴尬 同样是佐助 为什么这么倒霉呢 然后再一个替身 然后往回就是一个替身 就是一技能 然后对方也替身 然后再来一个二技能 然后就把对方加了角落 这下对方完了 没有替身了 很尴尬 怎么会就被 同样是佐助 为什么会被打到没有替身呢 这是不可思议 是吧 然后一个平A 直接把人家搞定了 他有大招都不用放 然后第二回合 打的是波红什么 新充限定的波红什么 是不是直接开大招呢 我们看一下 走过去 哎 不用啊 然后先放乌鸦 乌鸦放很准啊 打到之后 我们看一下 他是直接上大招 果然啊 和我一样的 和我预料的一样 拿一个大招之后 肯定要一二技能 抓起来 不用抓起来 这一技能打完之后 二技能 这个也是很快 然后再平A 刷 基本上 哎呀 还要耍酷耍一下 他最后 失误了一下啊 霸体开起来 本来也可以一套秒的 哎 这下对方照顾了贝壳 啊 这他也照顾了贝壳 就相当于 也已经没有那个那个通灵兽了啊 那没有通灵圈了 然后看一下 这之后对方还是没有替身 已经给他创造机会了 对方没有把握机会 没有打 打到一个替身 这个就没办法 只要被佐助抓到机会 他就基本上玩完了 但是第三回合就不一样了 因为前面有通灵嘛 第三回合没有通灵 如果佐助没有把握好时机的话 就就很容易被荒盘 是吧 毕竟人家还是S人 好 一技能 对方两个技能都能完了 没有打到一下 然后霸体 霸体开起来也没用 被佐助一二技能拉到天上 吊打 再平A 哦 又是进入保护状态 哎呀 地盘没有技能 哦 开了霸体 开了大刀 对方也一技能打到了啊 这下 这下 哎 有技能 哎呀 我这天 居然躲到角落 就还能被大刀打到 只能说对方的运气实在是不好啊 本来有机会 哎 又有机会了啊 又进入了一个保护状态 看一下 一技能没有打到 这时候 哦 二技能 二技能 low到了 low到之后 平A 踢盘 踢上了 然后现在抓了这个佐助吊打 但是这时候 那个宇宙伯伯伯没有提升了 很危险 然后一技能 被敲 敲完之后 然后再来 二技能 现在唱了两个痘痘 哎 等待佐助提升 哎 提升了 提升一技能 直接砸死 啊 很快 连给大家的 几乎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了